老师,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这个简直就是世界上最骚脑的问题 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是先有的鸡 艾佳老师,咱们不忽悠人吗? 那鸡不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吗? 那如果先有的蛋,就是谁生的蛋呢? 这个英国的科学家认为最先出现的是鸡 因为他们发现鸡蛋白当中存在着一种叫做OCA-17的物质 这个物质可以对整个鸡蛋起到催化的作用 而要想产生这种物质,只有鸡可以做到 换句话说,就是先有的鸡,再有的蛋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普遍都认为,是先有的鸡,再有的蛋 但是后来,悠悠学者发现 鸡的祖先其实最初并不是鸡 应该是蛋 因为距今大约6亿年前的化石层当中 发现了一颗叫做龙脊球的鸡蛋骨化石 这一颗圆骨鸡蛋虽然体积很小 只有仅仅的一立方毫米 但内部结构却十分精密 因此,这不但让我们发现恐龙蛋和鸡蛋 有着极大的相适之处 而且还让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为这些科学家认为 物种究竟要变成什么样 只能是由DNA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鸡的配胎就只能在鸡蛋当中完成 就如同虫类一样 会陆续经历虫卵到幼虫再到成虫的阶段 也就是说先有了蛋再有鸡 因此科学家推断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堆像鸡但又不是鸡的动物 由于环境导致DNA变异 生了一堆鸡蛋 而这些鸡蛋孵化出来之后 就变成了现在的鸡 或者渐渐演化成了鸡 所以认定是先有的蛋再有的鸡 那屏幕前的大家认为 到底是先有的蛋还是先有的鸡呢